作詞・作曲 ノ 喆吳婦 同樣的衣衫 同樣的笑眼 和你手拉手轉圈圈 吻我的臉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洗了我的胶件 亲吻鲜花和誓言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安 拥抱给的温暖 可不可以捏定到永远 好 陆博言真帅呀 不用在意别人眼光 就像咱俩练习一样就行了 好吗 真漂亮 真漂亮 好 好 好 你们手呢 确实 确实 你看 你跑了 需要九州 这位女生 可否邀请你跳舞啊 可以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吃醋了啊 吃谁的醋 就刚刚那个人 你看看他刚跳舞的怂样 我看到他踩到你了 我是来救你的好吗 光潇我 看什么看啊 好跳动 那我们先过去了 一会儿见 薄言 你不要喝这么多 宝贝 没事的 我今天开心吗 再怎么开心也不能喝这么多 好 那我去当洗手间 你就在这等我 去吧 嗯 薄言 可以请我跳支舞吗 陆薄言 你到底想怎么样 就跳支舞而已啊 就当做我 替你们保守你们一年之后 就会离婚的秘密 多大点 多大 我一大杯 我喝 喝啊 你们俩怎么又喝起来了 姐啊 你拿的正好 你拿的做正 我今天 一定要把它合复下去 谁怕谁啊 来 哎 少喝点啊 各位 今天 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简安 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同时 我也认定了 我也认定了 你会是我陆薄言的妻子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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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安 还不快上来 我 是 是 呃 疼 老板 人 偶 无聊 你 那 很 我 手伸出来 你确定是给我的吗 按你尺寸定制的 不给你 我给谁呢 你什么时候定制的 大爷和你结婚的时候 是是是 恭喜恭喜 哎呀 真好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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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小姐 陆先生 请问您送给太太的钻戒 是您专门在法国定做的吗 陆太太 刚才开场的误导 是陆先生教您的吗 据说你们上学的时候 是同桌是吗 陆太太 请问陆先生送您钻戒的事情 您是否提前知情啊 现在是什么感受呢 陆太太 您小说里的男主角原型 是不是陆先生呢 请问你们是什么时候 秘密举办婚礼的 是出于什么原因啊 陆太太 能否透露一些 您和陆先生练武的细节 姐 你不要走 你不许走 哎呦 你包弄紧干嘛 今晚你们去我那里睡吧 好啊 哎呦 哎呦 坐过去一点 哎呦 你不要动 你只让我抱着就好了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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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安他会照顾我的 啊啊 我可以的吗 你放心吧 哎呦 好好好 慢点啊 这孩子和他爹爹味一样一样 慢点 薄言 你想干什么呀 嗯 脱下大人的外头 只想找到你依靠借我孩子的笑 耶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你先不要躲 军事就下一秒 新曲版的出港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输到 行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你到底最好什么事 你最 那你先去洗澡好不好 洗澡 你也行 但是 你千万不准离开 知道了 不准走 不准离开啊 等我 你等我啊 好 陆薄言醉成这样 今晚恐怕 不准离开 我 不准离开 我在哪 你要是赶走的话 你就死定了 哦 哦 这种感觉怎么自从相识呢 不准离开 不准离开 好 好 什么呀 这么好的结果 都担了五倍了 我把它拿下 这样为机友 嗯 它分明是在装醉 难道你想重挠洛小溪和江少凯的覆辙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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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好了 你的头发还没有干呢 那你帮我擦吗 好呀 过来来来来 我来给你擦啊 简安 你为什么老是穿那几套衣服啊 到时候人家说我亏待陆太太 哎呀 用那么多衣服干嘛呀 只要舒服最好了 不行 我明天就要塞满你的衣柜 好好好 好 这个人发型怎么那么搞笑啊 我一样 看你我还有这么多久 这位先生 我是三号的Tony老师 要不要给你设计一个特别帅的发型啊 行啊 但我要帅的 你要帅的哦 没有问题了 那你闭上眼睛 我已经闭上了 这位先生你还满意吗 这个人挺漂亮的 真的吗 真的吗 那我们来喝个饮吧 嗯 好了 我要睡觉了 哎呀 啊 你干嘛 睡觉 睡觉了 嗯 嗯 啊 不呀 不呀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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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呀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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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我 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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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经过什么 不用再跑 可以 那些小心 鸡 ед毕rium 要去睡觉 是的 很好 干嘛一直看着我啊 因为你今天 特别的帅 我哪天不帅啊 好 肃静恩 早点啊 我都没叫你鬼叫个什么 洛小夕 你要得我负责 这几是第二次了 想进我洛家门没那么容易 我现在不就在你洛家的床上吗 你 帮你看看 江少恺 怎么了 你看中的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我一会儿还有面试能怎么办 用这下要搞这下不就好了吗 大姐小怪 你倒挺懂 还行 折上了 你还赖在这干嘛 我要走了 没时间跟你闹 我送你啊 那你还不快点 简安老师 不对不对 现在是稳稳的郑公娘娘 咱们陶然市的大名人 陆太太 简安 不对 陆太太 你那个那么大的钻戒 没带来给我们看看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了 家陆太太好别扭 我还是叫你简安姐吧 你现在那么糊 小时候还用血吗 当然要血了 不然我还能干什么呀 好了各位 今天杜社长约陆太太有事了 都散了吧 干我吧 走吧 请陆太太 可以 快去吧 去吧 好了 来 了 薄言 你还记得吗 这个老板椅 是我和你一起买的 那时候公司刚拉到一笔大投资 我每天陪着你一起加班 你还当众帮我借过鞋带 所有人都说 我们是一对令人羡慕的 金铜玉尼 韩如夕 我希望你能明白自己的身份 明白自己的身份 我们关系这么好 你让我注意自己的身份 之前全部是为了公司 我不信你 我不信你对我没有一点感情 从来没有 不就是因为他们 什么青梅竹马 苏简爱她到底哪里好 她拿什么跟我比啊 所以你就号召粉丝围堵她 制造酒店的贾匪文 还有 苏氏周年庆的事也是你 是吧 薄言 我喜欢你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我更爱你了 你懂吗 我爱的是她 一直都是 陆薄言 我求你行不行好吗 你也入戏太深了吧 不是假结婚吗 不是一年之后就会离婚吗 我和她离不离婚与你不关 陆薄言 你别忘了 陆氏传媒能走到今天 全部都是因为我 我费尽心思地帮你 我费尽心思地帮你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 陆薄言 陆薄言 跟她离婚 跟她离婚 不然的话 如何 如何 简约 陆总 什么事啊 进来一下 和他对接一下几位的事 陆薄言 你会后悔的 他跟着了 啊 若曦小姐 我希望你可以深重考虑一下 你的合同还有两年才到期 如果你现在解约 你会赔付公司三倍的违约金 你觉得我在乎那些钱吗 你应该知道我在乎的是什么 我知道 可我最在乎的 我希望还能在公司看到你 只要你不走 我一定会好好劝陆总 到时候公司最好的资源 还都会给你的 你帮我劝他 沈悦川 在我的眼里面只有他 如果说他不在意我 那这个公司对我来说 空壳 谢谢你的咖啡 我一定会 太过了 我一定会上去 我一定会 我一定要看到他 他的幻子 我一定会 你什么就是 不要紧张 我对你有信心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紧张 就小菜一碟 你看里面 导演 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 行行行 你先回去吧 后面还等着呢 你觉得不能尽力 下距离 落小夕 到了 去啊 快去啊 你看 等一下 你谁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还是我助理 还在助理 对 助理 行了 行不行 快进来吧 好 他叫我 陆太太 实在不好意思 外面太堵了 没事的 社长 你快坐快坐 社长 你以后还是叫我检案好了 那怎么行呢 那我们出版社有你这样的小说家 那简直是蓬碧生辉啊 你看昨晚新闻已跑光 那小说点击量 那蹭蹭蹭长得跟假的似的 那现在已经进入女评TOP 15了 真是可喜可贺呀 对了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让大家都仔细研读一下你的作品 那好好学学人家陆太太 是怎么一手事业 一手家庭 她双丰收的 不用吧 社长 事实求是嘛 昨晚真是太精彩了 看着我的笑心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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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真是大家风范啊 要不咱把这对也写小说里 我保证 那点击量肯定分配 其实社长我不太 对了 您最近的奖金和稿费 我已经让会计都给你转过去了 收到了吧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呢 这个十分钟以后啊 我还给你安排了一个采访 快去准备一下 辛苦了简安老师 不 陆太太 那助理 现在在这等着啊 六小夕赶紧过来 快点 快快快 快点 你先坐这儿啊 先坐这儿 等会儿呢先开盖子 要做出惊喜的表情 然后呢 品尝一下 台词是 哇 好香啊 哇 好香啊 你想要来一块吗 你想要来一块吗 OK吗 OK 准备开始了 拜拜 拜拜 这里面装的什么呀 哪那么多废话 自己待会儿打个看不就知道了 行了没有 快点啊 可以了可以了 开始 我看 你怎么回事 你有没有教戏啊 是惊喜不是惊吓 OK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是惊喜了吗 也没了我换下一位了 别别别别你别换 我可以可以的 可以开始了 快点 开始 好香啊 你想要来一块吗 卡 小姐 你这样谁想吃啊 算了 你还有没有别的状态 有导演 你想要有什么状态 我就有什么状态 你给我来个俏皮点的 你给我来个俏皮点的 好香啊 你想要来一块吗 喵 信快点 好香啊 你想要 来一块吗 看看点 好香啊 好香啊 这块榴莲简直又香又甜 你想要来一块吗 买它 那个 加点感动的情绪啊 什么 简直太美味了 你想要来一块吗 看 看 看 能不能 能不能开心点 这榴莲简直太好吃了 这榴莲简直太好吃了 你想要来一块吗 看 导演 那么多条 差不多得了 哎 你谁啊 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 关你屁事 助理还这么多废话 别别别别 导演导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她不懂 算了 你不合适 回去吧 别啊导演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走 导演没事吧 你 太恶心了 那帮人就是大变态 我说你那么拼干嘛 至于吗你 和你有关系吗 以后我的事情你少管 刚刚要不是因为你 说不定我就被选上了 你有病吗你 你刚刚没有看到她能故意整你啊 那也和你没关系 当然和我有关系 那个 下次你有事情 这个叫吧 走了 简安 不要在乎那些言语啦 就安心做个陆太太不好吗 不愁吃和想出完什么就出完什么 多讨 好什么好 这是被包养你知道吗 这 做个不是包养 这是爱的公养 更何况我们可是众人皆知的陆太太 什么陆太太 哪天合约一到期 你还不得老老实实 回去写你的小说 苏简安 你要独立 要自强 苏简安 嘚死什么呀 她让我们都研究她的小说 真可笑 不就是骂了自己隐私的人吗 是啊 要不是陆太太的身份 她算老几啊 我们要是找到这样的霸总老公 填程文保证比她写得好多了 也不知道陆国言看着她什么 要什么没什么 是啊 当然没我们家玄玄姐好了 现在反派都不看电视了吗 说话也不知道换个地方 陆太太可以了吗 可以了 请问一下陆太太 好多人都说 您写的这本小说 是写的您和陆先生之间的故事的 请问真的是这样吗 也会参考一些 那您和陆先生私下的关系如何呢 好像这个跟我的小说 没什么关系吧 参考一下嘛 那您和陆先生真的是青梅竹马吗 小说里面说的那个第三者 是暗指当红明星韩若曦吗 韩若曦和您的关系 真的如传闻中那样 明正案多了很久吗 那您是用什么方法 来捍卫了自己的婚姻呢 不好意思啊 你说的这些问题 我都无可奉告 诶 诶 诶 陆太太 诶 诶 陆太太 这什么前空小复 我看就是曝光隐私博关柱 那苏简安做是什么呢 还让我们都研究他的小说 真可笑 不就卖了自己也四人嘛 赤很甜啊 看多了感觉都是一个套路 没什么新意呢 每次女主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要男主出手帮忙 太玛丽苏了吧 你也太想通过陆总 要不是陆博言三三五四炒作 谁会关注他呀 没有陆总 您的小说哪能这么说 那不是因为你是陆太太 那我才不会 给你那么多资源 如果没有陆博言 你能写的好甜蟲小说 哎呦 陆太太 陆总为您订了这么多衣服 您穿得完呢 姐啊 啊不对 陆太太 陆太太 哎呀呀 陆太太 以前是内衣女王 现在又是陆太太 什么时候才是我自己 怎么啦 陆太太 怎么了 陆太太 拖下大人的外头 只想找到你依靠 借我孩子的笑 耶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出现就像一脑 西区般的出港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收到 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偶尽的 偶尔的吵吵闹闹 偶尔的吵闹闹 偶尔的吵闹闹 别爱做人闹闹 没有谁能开老 想对你一直好 爱变得老老道道道 只需你来找 只需你来找 偶尔的吵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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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的吵闹